下筆不離一點 拉下來以後再走 筆拉直一點 然後它有翻折而過來 然後再拉下來 中間的縫隙要小心不要太大 撇比較直 中間的縫隙不要太大 左邊伸長 右邊停住 吐出來一點點 然後從吐出來的地方開始寫這個 束畫這束拉得很長 折 往內趕快縮緊 吐出去 吐出去 如 來首先這個短橫要夠橫 抹上去而且往上翹 筆尖有凸出來 然後中間是下筆不離點 先多這個動作 它下來以後再加一點腰伸出息 到後面以後稍微歪過去以後再整片掃出去 然後點的向中間集中 略為飽滿 撇呢 拉得非常長 接觸到了中間的直畫 好 那看來右邊這個點是最凸出去的 然後撇大概到這個位置 我們在寫字的時候大概都已經算好 它大概多長 不要寫大禮拜才想 這個待會拉的話比它長一點 拉的話稍微交錯一下 而且 鋪開 列翹起來 來 離 離 下筆 先扭一下 讓它產生這個結再下來 下筆先產這個結 然後這個點 下筆不離點 然後再抬上去 然後這個點點的比較直 你發現這兩邊左右距離還真的是蠻遠 中間這一段蠻遠的 然後點偏下面 要把它壓下來 所以這個點會拉長 纏 纏前面的旗筆也是 拉下來以後 再歪過來的 然後這邊手筆 然後上面缺口很大 折 拉直 左邊這缺口缺口缺口都很大 好這個一樣 直的 稍微拉動一下 拉直 橫畫 折 然後中間要有腰伸慢慢往外凹 然後再凹進來 勾起來 然後翹起來的時候 後面不要碰到 第二個 在封的時候 後面還是沒碰到 要注意這種小地方 然後裡面一個筆畫很多 可能就要寫得比你想像中緊密 不然保證擠不進去 然後這個 要寫得非常的扁 非常斜又非常扁 這個字基本上是被擠壓的 扁啊扁啊 寫得非常的扁啊 扁歸扁喔 間隔距離還是要抓穩喔 間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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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間隔還抓穩 只有中間這一束 勉強可以拉長一點 好 它的 它的尖通常都頓頓的喔 不要真的拉太尖 撬 撬的話 第一筆也是稍微往上翹的短橫 第二筆折下來有點弧度 第三筆瘦硬拉長 撇齊筆以後像跟釘子一樣 齊筆 下筆不離一點 跳下來 好這邊是整片 這個挑上去 降低 齊筆 塞在這個縫縫 中弓收緊 四周放鬆 然後撇的話從這中間偏前用 有點弧度這種是 畫畫裡面藍葉撇 然後納要有心理準備比它高一點 然後鋪開 所以它撇上來以後你可以發現 它的筆是這樣子的 然後就直接 納下去往旁邊 拉長 叫 立 好上面這也是下筆不離一點 點了以後再 挑出去 挑的方向是為了寫這一橫 所以那個挑也不能亂 那個皮也不能亂撇 方向要對準 齊筆 有點弧度到這裡 歪過去 敲起來 然後這個撇倒是寫的 蠻長的 這個點稍微下降一點 有點圓潤的感覺 立呢 從這裡開始寫 有點弧度 到了這個最長的筆畫 先下筆不離一點 然後 一樣有點弧度 它這裡就彎進來以後 沒有勾 沒有勾 然後 下筆不離一點 撇過去 接上往上 翹上去 加一點粗細 然後 枝畫 先拉一下 然後讓它過來以後 它又有點加粗 然後有點 圓魂的感覺 然後下面是有點 往下扶 然後後面一個點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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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